第三课 我很想家 第一部分 词语 一 根读生词 除了 除了以外 打 网球 一 就 寂寞 毕业 后来 高中 专业 想家 出差 另外 去 女朋友 幽默 照相 二 跟读专名 俄罗斯 马林 朴成哲 三 跟读短语 打网球 很寂寞 一回家就睡觉 高中毕业以后 他后来 去了日本 汉语专业 很想家 去俄罗斯出差 他的女朋友 说话幽默 一起照相 一起照相 第二部分 练习 一 听句子 听后 判断 A和B 哪个 哪个 与你听到的句子 意思相同 一 他是哪个班的 二 除了他以外 谁 谁我都不认识 三 除了那个人以外 别的人 我都认识 四 一到了周末 我就觉得很没意思 对话一 他是咱们班的 你认识的同学多吗 除了新来的同学 别的班的 我都认识 你呢 除了咱们班 同学以外 别的班的 我都不认识 刚才跟你 打网球的 那个人 是谁呀 是咱们班的 你不认识吗 是不是 新来的呀 对 他是俄罗斯的 叫马林 一 根据对话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一 男的和女的 是一个班的吗 二 女的认识 别的班的同学 三 男的认识 男的认识 哪些同学 对话二 我一到周末 就觉得很寂寞 我一到周末 就觉得很寂寞 我也是 来 到我的房间 一起喝茶吧 好啊 听说你毕业大学以后 想马上回国 你应该说 大学毕业以后 对不起 我经常用错 毕业这个词 以前我打算 毕业以后 马上回国 后来又改变了主意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不想回国了 是吗 是的 一 根据对话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一 一 女的什么时候 觉得很寂寞 二 男的一到周末 也觉得很寂寞吗 三 女的说错了哪个词 短文一 我觉得生活很有意思 我是俄罗斯人 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中国上大学 现在是经济专业三年级的学生 中国朋友常常问我 你一个人在中国学习 想不想家 我说 刚来的时候很想家 因为那时候 除了我们班的同学以外 别的班的同学 我都不认识 所以 一到周末 就觉得很寂寞 后来 我爸爸来中国出差 我跟他见了一次面 以后就不太想家了 另外 现在我认识的朋友很多 有俄罗斯的 韩国的 日本的 德国的 中国的 等等 我们经常一起聊天 一起出去玩 觉得生活很有意思 一 根据短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一 我是哪国人 二 我刚来的时候想家吗 三 我现在觉得怎么样 短文二 我很想家 我们班的学生 我们班的学生 除了韩国的 美国的 还有日本的 和俄罗斯的 大家的年龄都很小 有的还是第一次离开家来到中国 所以 所以 很想家 今天下课休息的时候 很多同学一起聊天 可是 韩国同学 朴成哲 却一个人 坐在椅子上 看照片 一个俄罗斯同学 跟他开玩笑 朴成哲 想女朋友了吧 来 跟我们一起聊天吧 我看的照片 不是女朋友的 是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照的 朴成哲说 一个美国同学问朴成哲 你是不是想家了 是的 我很想家 朴成哲回答 美国同学听了以后 幽默地说 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照张像吧 以后 你看到这张照片 就不想家了 一 根据短文内容 选择正确答案 一 我们班同学的年龄怎么样 2. 朴成哲一个人坐在那里 看谁的照片 3. 为什么美国同学 让朴成哲跟大家一起照相 谢谢大家 等会儿 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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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